台中市北团区一出社区 有16户的用户收到了8月电费账单之后 觉得电费竟然高得吓人 比之前还多了好几倍 事后向台电反应 经过了解之后才发现 竟然是外包的超表员 他没有实际到现场去超表所导致 而台电除了向承包商就责之外 也要求开除那名超表员 目前清查一共约114户异常 也将重新核算电费 陈小姐拿出6月份的电费单800多块 虽然知道夏季电费会比较贵 但怎么也没有想到 8月份的账单却一下子变成了1万多 涨了超过12倍 让他当场吓到 真的很夸张 我的电费从来没超过5000块以上 同样觉得电费异常暴增的 还有赖先生 之前的电费三四千 这期收到账单一看17000多 这附近的用户大家都有同感 但怎么也想不明白 到底电费怎么变得这么贵 县年同级的大概八九千块 整个就直接打破了 看到电账单的那一叉 我们家只有睡觉时间敢开一下冷气 事后用户纷纷向台电反映 台电一查才知道 竟然是外包的超表员 没有实际到场超表 而是直接用推算的 目前一共有114户受到影响 除了按契约给他罚款之外 也要求超表员给他出名了 律师说超表员不时抄写记录 恐怕将设犯业务上不实登载罪 而台电除了对用户们表达歉意外 也将采取对用户最有利的方式 重新核算电费 但重新计算的电费单来了 住户们还是无法接受 还是包很多啊 两万三千一百二十七 调整后的账单是一万五千六百五十五 还是贵啊 如果是以去年推理的话 事后台电也亲自派人到场 进一步向用户说明 重新计费的方式 就是希望能够消除用户们的疑虑 借讲程师姐台中报导